Hello 大家好,又是我飛俠 今天找到一幅 比較清楚看到KD-12構造的圖 這幅圖中間也有解釋 究竟它每一個部分是怎樣的 之前也有拍了幾段影片 講關於KD-12 今天這幅圖可能會講解得更清楚 這幅圖中間的Fly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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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幅圖中間的FlyWire 會盡量拉著你的腳 讓你的腳不會在每個動作走的位置 讓你的正常是前後左右 在四個方向上 我想這FlyWire的用途 就是拉著你的四個方向的東西 基本上是拉著 沒有理由側面做不到 斜側面做不到 所以我想這幅圖中間 就是告訴你 我們有東西幫你拉著腳 其實這幅圖中 好像說 今期的鞋面的位置 其實是做了加厚一點 讓你穿上去的感覺 就像是厚一點的 包著頂的位置 讓你覺得舒服一點 因為好像KB喜歡這樣 所以它也在KB實驗裡面 加厚一個鞋利的位置 讓你穿上去 好像有棉皮蓋著頂 我想好處就是 可能舒服一點 保護性可能強一點 不好處就是那個位置很軟 弄得這麼厚 其實大家最關注那個 Fulling Zoom Airbag 就是這樣縫上去 你這裡也看到了 其實它就是鞋底直接縫上去 但是其實很多相片 都被拒絕了 其實它中間在這裡 它還會等回鞋墊下去 即是在鞋墊下面 才是Zoom Airbag 不是就這樣踩下去 我發覺 我看很多相片都不見我們 但是其實 對鞋裡面都有鞋墊的 不是沒有的 只是它直接縫在這裡 只是它直接縫在這裡 所以 它在這裡 原來在這裡 這個位置 在這個Mid Soul 就特地弄個洞 讓你能看得到 這個Zoom Bag 但我看很多照片 我都看不到那些洞 是能看得到 不過 Anyway 都不是很重要 其實它說它有就行 不是說 它縫下去都是假的 即是它做了這張圖 好像Full Portal 就死了 就騙人而已 如果它真的這樣 看不看得到都無所謂 那這個底的 這個Unit 它加厚了 這個也看到 但之前一直沒有看到 就是原來 這裡有塊TPU 即是這塊有幾大塊的TPU 它包住在中底裡 所以我想它那個 鞋底的抗扭 也應該是不錯的 所以我也相信 我也有聽到一個朋友 說 有人試過說 它真的會不錯 因為它之前的抗扭 也都是比較弱 鞋面比較弱 所以它這塊TPU 如果包得這麼闊的位置 可能的確是提升了 它的抗扭能力幾多 因為從來 KD都不擔心鞋面的問題 抗扭才是最大的敵人 所以這塊TPU 應該是有實際的作用幫到 這雙鞋的 而它的 Traction pattern 就有些特別 就是螺旋紋 但是 Traction的東西 都是 到鞋有在手裡 才能試到 都是口講無憑的 這些東西 看不出 我想這個就是 大家可以再清楚一點看到 究竟KD12 而這一代整個 鞋的造工的構造 它這裡 也反映了 它飛了中間的墊 直接 縫下去 這就是它最大的特色 當然 其實我覺得 它跟之前那些 會不會有很大的分別呢 就這樣縫下去 就我之前說 PG2 而說Zoom Back 大了之後 其實我都不太覺得 有什麼特別大的分別 都是有些 技術的 而也都 跟一個朋友 說過 為什麼用Zoom Unit 不用一些 好像很厚的 Air Unit 讓它有防震大一點 其實原來 他們說 就是說 如果它的Air Unit 太大 令到鞋的變形度太高 裡面的變形度太高 也都會很容易受傷 其實 對藍拳來說 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 它的緩震 只需要做到 緊緊純 它就不會做到 豬跑那麼厚 所以其實 第一代 可能你看到Harden 那些 要有個 有個 Cage 去 保持著 就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 本身太厚的緩震 也會令到鞋子變形太多 在所有動作裡面 鞋子 就會有 更多的動作 就會不太適合 劇烈運動的時候用 所以 大家要理解 為什麼 有時候 Zoom Air Bag 其實 因為某程度上 不想它裡面的變形度太高 所以 才會做到 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說 波鞋 都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按鈴鐺 收回資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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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